大队有小队没有 这个漂亮 这个正好 这个可以 这个多少钱 来看看这个 一开始我进来 丑了一眼 我们太仔细看这个东西 这定睛一看 大开门 高级户 大开门 尺寸巨大 这是多少个桃子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九 桃盘 雍八前九 仿乾隆官窑的 这种一般都是晚清 辅寸九三 刚才听到价格了吧 有没听到 我问老板价格 听到的打一打出来 没听到你们猜一下 漂亮吧 这个可以 这个就是我想买的东西 其实常规来讲 我不太喜欢这种辅寸款 总体不管是官邀闽谣 做的还是偏多 我一般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上次我们去廊坊 每一家街头都有这种盘子 真的每一家都有 有些贷款 有些不贷款 但我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做的不好 但这件我还是蛮行蛮有兴趣的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 兴趣点都是在十几万的货上面 刚才大家听到没有这个价格 十二万 十二万 有没有人敢来还价的 有没有今天敢还两百人 就我说的粉质感特别的浓郁 看这种粉质感 好多我们在廊坊看的那种大盘子 它都偏一点那种民国的感觉 你知道吗 也许就是民国的 也许就是民国早期或光续晚期的东西 但这件可能年份要早 都不排除是同志或光续早期的东西 这件漂亮 所以为什么这些我给你们好好的推荐一下 你们都停在直播间 这个这么高级的货 你们平时在开卖会 或者在哪个店里面都不容易碰到的 我今天公益的在这里给你们讲解 听从来不走 你们买这种货 我说给你们免费的讲解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九头盘 我真的不感兴趣 因为做工离这个相差甚大 味道意境离这个相差很远 那么这件出来了 教你们怎么去品鉴它 这个画的好玩身 这个彩头特别好看 你看见没有 这种彩质感很饱满 很自然很饱满 这个粉质感特别舒服 这种粉质感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就没有任何那种那种 生硬的感觉 没有光续晚期 偏民国的九头盘 它做的这种材料就不好 画的也不行 这个质量高 我给你们好好推荐一下 这个我拿不起来 那你来一下吧 我不敢搬 来一下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 52公分 好不好 绝对好 兄弟们 有没有带了一点money的 有没有口袋 今天出来6万 带了一点money的 或手机卡里面 或手机那个什么什么 账户里面 有一点money的 我强烈推荐你们干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 因为它足够好 我才会推荐 我一般不好 我价格有点高 我都不会推荐 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 但是它的质量又足够支撑 支撑得起这个价格 所以我给你们也推荐推荐 过墙头 好圆的 这有四个方向都过了墙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方向都往下伸展 我问它是哪个店 它是不是廊房的店 目标都是精品 收藏级的精品 而且是好不好 所以你在我直播间很早 我会讲一些普货 我不会把时间 有限的时间 宝贵的时间 放在普货上 老板 你是在哪里 我记得你 你是在四楼 我是三楼 五楼 我上去你店里吧 对 我说我记得它是廊房的 是吧 在手上去感受一下 这个物件 食物感受 你们就说这个好不好吧 说好 觉得还好的打个好字 觉得不好的 也可以打不好字 没事 九条或八条盘子 以这个为标准 或够不着没事 但是你要知道 东西是何种为好 何种为家 何种为优 好东西是什么样子 我给你们展示出来 你可以由我介绍 这些原则知识 和这种规律 来做一个参考 老板要12个W 要是几个W 我就可以搞一搞了 谢谢啊 再见 谢谢啊 对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